大家好 据传说 慈禧有很多男从 都是大太监李连英介绍的 有一年 李连英听说北京琉璃厂有一个古董商人 长得风流倜傥 英俊潇洒 李连英为了讨好慈禧 就把这个商人介绍给了慈禧 慈禧非常喜欢 朝旗入宫 住了多日 才将此人放出皇宫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这一次 慈禧太后竟然怀孕了 生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儿子 慈禧不敢把他养在宫中 便将这个儿子寄养在存亲王玉萱的家中 并杀了这个商人 据说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